三轮车被推进门上面 做了个小男孩 不过仔细看怎么全身光溜溜 只包了尿布就进来 店家发现太怪异 这名穿蓝上衣的男子 推幼童进店里 在玩具货架前东挑西选 拿了好几样小玩具 放到三轮车后面的男子里 孩子大哭 但男子却不太会安抚 不只是我们店员认定是打他 而是其他人看到都觉得是 打的一个动作 应该是想要哄他 想要希望说他不要再哭了 可是因为那个方式不对 小男童看起来大约一岁左右 店员担心会不会是被人绑架 赶快打110报警 玻璃石大人火速赶来了 抱起小宝宝安抚 但带着他进店内的男子 却说不清自己的身份 以及他与幼童的关系 远景只好先把两人都带回派出所 回到所内 已经为人妇的警察叔叔 发现孩子尿布已湿透 当起了临时保姆 换尿布再买来铜装 赶紧为宝宝穿上 但这名穿蓝上衣的男子又是谁 警方调查男子17岁也还没成年 疑似语言障碍无法沟通 不过疼爱外甥 瞒着家人带他出门买玩具 外甥哭了又不太会安抚 幸好文具店的店员跟客人们热心报警 警方协助两人回家 也刚好碰到了满街在找人的男童阿嬷跟妈妈 确定原本担心的绑架只是乌龙 虚惊一场 TVBS新闻陈书贤 许立法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